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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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这么说的 你所说的那个美国人不可以买港股 这一条短片大家看到它的标题或者现在开始就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说对一半呢 美国人是不是真的不可以买港股呢 这一样东西爆了出来之后相信整个市场都很困扰或者很疑惑的 那这条短片就告诉大家究竟发生什么事 不用怕 阿爷在大厅 那我们看第一幅相呢 你就会看到的了 第一幅相呢 是一个新闻的报道来的 它最主要是说什么呢 你会看到了 细细幅慢慢变大幅 它最主要说什么呢 就是盗库环球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了 盈富基金那个基金管理人 盗库环球就修改这个会章 或者修改一个章则 就说不可以卖给美国人士 这样 如果美国人士卖这个盈富基金 即200港股的盈富基金 就会有机会触犯这个美国当地相关的法例 这个其实是对的 没有说错的 我们当然看一大堆英文 我们看回广东话的标题 下一页 你会看到广东话的标题 容易理解一点 容易明白一点 它说什么呢 就是盈富基金修改章程 列明美国人士豁户注的 豁户注美国人士不得购买任何的基金 其实当然 它说的所谓的不得购买任何的基金 同时也有一个注脚的 它就说明了 它整个公开就是这样的 它就说不可以 基金单位就不能够在美国或者向美国境内的 美国人士发售 OK 另一句就说明了 就是2022年6月3日之后的明年 6月3日之后继续持有任何的基金单位 就是任何盈富基金的话 美国法律或者会阻止出售 甚至乎阻止你继续买卖的 就是有机会会冻结了你 甚至乎不让你买卖 或者卖又不行 买又不行的 那这个就在说它修改那个章程 就说给一些基金的单位持有人听 就是那个的风险 这个是被视为一个风险披露的 所以刚才第一次开播 跟阿肥森说对的 或者跟观众说对的 没有说错 美国人他不建议 或者不列明不得购买任何的单位 那盈富基金是港股那个 指数基金组成的 所以有些人引伸到就是说 喂 是不是等于 美国人不可以买港股呢 適合了一半 好了 为什么適合一半呢 我们要看下一幅图呢 有一些更加明确的指引 那这幅呢 你看到了 Presidential的Documents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大家仔细地去看 是说的是那个 是那个 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 那那个order呢 是13959 那基本上呢 你打executive order 接着呢 就打13959的时候呢 那你会看到的 那这个行政命令 2020年的11月12日呢 就是由这个总统 就是前总统特朗普签订的 那这个行政指令呢 其实当时呢 2020年就是去年的11月的时候 签订呢 就说有讲到明呢 一大堆的 就是某些中国的股份呢 是不可以给美国的人士去购买的 或者他不建议 就是被列为美国人士去购买这些股份的 那什么叫美国人士呢 你在美国的公司 或者叫美国的公民 第一 美国的公民 第二呢 就是美国注册的基金公司 或者美国的本身自己的那个业务啊 很多的法人 所谓的 在美国那些的公司呢 他所以括弧着呢 就叫美国人士 OK 那这个的单位里面呢 其实是很多的不同的股份 我们看看下一页呢 你会看到呢 这个就是行政指令 下一页呢 其实就讲的是这个 就是美国那个正式的文件 就说 他将很多的公司 或者叫做上市公司 又好非上市公司 包括上海深圳香港上市的公司 是列入这个 就是关于这个国土安全部 甚至乎和中国军方有关 有联系的公司 列入去 那就是那个清单 就不给人投资 或者不给美国人士投资 刚才定义了 什么叫美国人士 那所以呢 这次你会看到呢 那个的美国总统 就是那个的美国里面 的一顿 还有什么意思 还要认为美国的科技 那看起来呢 还要認同这些公司 你看到下一頁 當時就去年年底去做的 接著你會看到下一頁你就會看到 國際的指數開始出手了 當時富時就剔走了八家美國制裁的中國的公司 包括中車、海油等等 你會看到中移動、中聯通等等也是榜上有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觀眾朋友一定要去認知一件事 整件事的似作勇者 做壞事的邪惡的美帝 前總統在去年11月底的時候就下了這樣的清單 結果有些國際的指數公司 他都避免觸犯美國的法例 他就剔走了一些中資公司 具體上有哪些呢?下一個表你就會看到 你會看到它涉及廣告的有多少呢? 這個範疇多不勝數 包括什麼呢? 看中國的航空工業的集團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中國兵器裝備集團 很多其實它是美國認為是跟解放軍有關的 中國航空中 mantenz邦 中國鉄道 中國兵器宇建 中國中車 紅貓 電子等等 一大堆的公司 它就列了在那裡 一個清單裏的 這個當時的那個名單 你會看到中海油、中芯 很多的公司都是榜上有名的 你看到中聯通都有啦 中移動等等等等 好了 結果呢 造成了些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兩頁 你會看到 下一頁 當時呢 其實美國在1月6號 公佈一個具體的禁令生效的時候 他簽了之後 他一段時間生效 具體生效之後呢 當時刑副基金 因為你沒辦法了 刑副基金裡面的組成部分呢 是有很多隻 不是一隻半隻 是很多隻 是涉及這個美國邪惡美帝聲稱不給美國人買的公司 或者上市公司在裡面 所以刑副基金當時 11月11日說什麼呢? 刀副環球呢 就是那個刑副基金的單位 基金單位信託人呢 他就說 當時11月11日呢 就說 刑副基金呢 暫停買賣受制裁的股份 那不是一隻半隻 而是很多隻 好了 那任志光呢 也都說 喂 錢金管局總裁 任志光就說 喂 刀副不適合再做刑副基金的管理人了 然後呢 就是獨立投資者或者港交所的前董事 David Webb呢 也都說了 就說這個 應該考慮更換成為這個 非美國的信託人或者投資經理 當時呢 是今年1月11日的時候發生的 OK 好了 但是呢 很快啊 很快你會看到呢 就是去到1月13日的時候呢 3日貨幣而已 應付基金呢 也都再次宣佈 哦 1月14日開始 重新投資恆子裡面呢 受到美國制裁的股份 下一頁呢 你會看到了 下一頁呢 你會看到呢 就是哦 為什麼呢 就是當時其實有很多人疑問呢 就是哦 美國就說制裁了N這麼多間 恆子裡面的藍籌 那如果是刑付基金本身就是恆子那個的 就是追蹤恆子為主的一個的上市基金 或者是交易所買賣基金 那如果它不可以買那些的受制裁股份的話 那就是等於刑付基金都不能買啦 但是它幾天啊 本身1月11日就說不買 接著1月13日呢 就說可以再買 3天裡面呢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是不是因為受到前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的一番言論去刺激 你不做得就換人啦 又或者受到這個David Webb所說的 就應該換成非美國的基金信託人呢 或者基金管理人呢 所以受到刺激呢 中間那個過程呢 拆解是應該這樣拆解的 那當時呢 大家要知道了 刑付基金1999年 1999年11月12日呢 宣布就上市的 那當時呢 刀富環球 大家看到啦 State Street 高布那邊呢 刀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呢 是負責做這個基金管理人的 那大家會想一件事 如果一家美國的公司 它繼續投資美國政府制裁的股份或者公司的話 那就是試這個美國的法例 或者是美國總統行政命令如無物啦 那它怎麼可以拆解到 或者怎麼可以破解到中間那個關鍵位呢 其中一個就是說 原來當時 那麽就是 刀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這一家公司呢 並不是美國公司來的 刀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呢 是亞洲公司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刑付基金呢 也是亞洲的基金 那麽所以呢 刀富環球投資亞洲呢 是不屬於美國 啊 就是政府13959行政命令裡面 政策詮釋裡面呢 所講的美國人士的身份 那麽所以呢 其實刑富和刀富環球投資管理亞洲呢 都不屬於美國人士的那個定義的 那麽所以你看到呢 相安無時 一直下來都相安無時 就是都繼續投資 就是當人家都不再剔除了那些股份啦 不再在指數上 以免他們的投資者 投資不了他們的產品的時候呢 哦 刀富環球 繼續是可以投資一些 受到美國政府聲稱要制裁股份 好了 那麽關鍵就剛才講了呢 就是因為他們呢 不是這個定義的definition裡面呢 不是美國人士的定義 那麽但是呢 不是還不是 那麽大家就要想回清楚了喔 雖然它不是 但是呢 在這次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可以出回頭頭第一頁那個的英文的新聞啦 這次的事件裡面呢 其實它最主要是修改那個的章程 修改那個章程呢 就列明 就是列明呢 風險披露就說 哦 你美國的人士 它講到明呢 就說 基金單位不得在美國或者在美國境內 向美國人士發售 那麽這個呢 叫做大頭盔 就是剛剛已經講到明呢 雖然它是一間美國的公司 但是它成立和管理盈富基金這隻亞洲基金的單位呢 是亞洲公司 那麽所以呢 它現在只不過在一個章程中講到明 就說 哦 不可以在美國境內賣給美國人士 又或者2022年6月3號你繼續持有單位的話 那 reflection 就是政治的單位度 kiss 葵たち 帝的天然是法偏族的方法 因為的確美國人不可以買這個刑婦基金 又或者刑婦基金不會在美國的境內 去銷售這隻基金 又或者美國的公司 甚至乎美國的證券行 那些的券商 甚至乎羅分漢也好 IP也好 First Trade也好等等 它是有機會不讓你買的 它主動避免的風險 因為它要坐倉 或者它要幫你去做一個交易 它甚至乎有機會不讓你買 所以大家如果在美國住的朋友 或者屬於13959行政命令裡面 所講述的美國人士的話 理論上你是應該買不到 在美國境內是買不到刑婦基金的 但是買不買到那些受制裁的股份 對不起 都買不到 那刑婦基金買不到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它包含著美國政府制裁的那些 恆子成份股或者叫藍籌嘛 所以我們一定要明白這個因果關係 所以這次刑婦基金是繼續賣的 但是不是大家想像之中 說到這麼誇張 或者這麼嚴重的就說 糟了 終於打到來了 金融戰爭就說不讓美國人買港股 因為之前就傳過不讓美國的基金去買港股 對不起 不是這個事實 這個行政命令大半年前已經出了 是很多的公司已經是作了相應的措施 那只不過杜甫環球呢 是透過有幾樣東西 它原來這間公司是亞洲公司來的 第二就是透過一個改章程告訴別人 去嘗試滿足到這個美國政府的法律要求 其實你要搞清楚 它那個改章程裡面有三大要點 剛才第一個要點說了給大家聽 就是基金單位不得在美國 或者向美國境內的美國人士發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2022年6月3日之後 繼續持有任何的單位 美國法律或者會阻止這個基金單位持有人 出售或者是買賣這個基金單位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是說的 也都同一時間要滿足當地法律的法規 或者是要求的 這一點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什麼叫做滿足當地法律 或者是法規的要求呢 反制裁法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說那個公司或者基金 或者那個杜甫 杜甫環球投資管理亞洲呢 如果它是要在香港繼續做生意的話 它是需要滿足這個本地的法律的 當然啦 包括是這個《國安法》啦 也都包括是這個 假如有機會在《基本法》附件三道 如果是罕獻生效的話 那個反制裁法 都有機會要滿足的 所以1、2、3 大家一定要留意清楚到庫環球 這次改章節 改章程 你可以說是一個救吊重彈 或者救平身走 但是背後那個隱含的意義 其實是慢慢浮現出來的 就是說如果 我們最終一件事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小投資者 又或者是市場人士 裡面的政府的法例 是在某個程度 你是不能夠不去遵守的 一定要去遵守的 如果你說 到庫環球 投資亞洲 面對一個反制裁法的時候 它是需要滿足的 面對《國安法》的時候 它需要去遵守的 這個是本地 或者當地法例上面 它是需要滿足的 好了 大家剛才說了 就說 就說引申到可以說可大可小 那究竟有多大 有多小呢? 現在就是有一堆的美國政府聲稱 或者要制裁 而不讓美國人士去投資的公司 好了 我們看看 原來當日 其實已經有一大堆的 因為這些股份 其實很多的 包括中海油 中移動 中聯通等等等等 中車等等等等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呢 看回了 就是有很多的券箱 要放大一點點的 有很多的衍生產品的發行箱 其實是在說美資的了 你會看到 現在看到這個呢 就是找什麼 魔理 魔理發行箱 魔理就是摩根士丹尼 就是這個大摩 那個的發行箱 你會看到呢 中國移動 它那個相關的應救和應菇產品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你會看到呢 所以告訴大家 其實美國的公司 這個13959這條法例 不會沒有影響 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影響呢 是美資的卵箱全部都沒有恆子的牛紅症的了 已經沒有的 大家自己去發掘一下 全部沒有的 OK 現在這個例子就看到了 摩根士丹尼 那個的相關資產 941是沒有的 OK 下一頁呢 你會看到呢 下一頁呢 那個的相關資產是什麼呢 下一頁的相關資產呢 中海油 883 海油 你也是看到了 發行人呢 魔理呢 是沒有任何的海油那個就是 衍生產品或者那個就是 牛紅症那些都沒有的了 那好了 再看看下一個 就更加明顯的了 下一個是什麼呢 下一個就是恆子 好了 你要看到呢 摩根士丹尼 即是摩尼呢 其實是所有恆子的衍生產品都沒有的 那好了 大家會想一件事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的原因就是 假如它是美國公司 它是不可以買賣 美國政府制裁了的藍籌 而恆子一定是有那些相關股份在那裡的時候呢 那它做不到的對沖 買賣不了 甚至乎它如果做的話呢 它有機會觸犯了美國的法例 那所以呢 它寧願是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下架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一早已經發生了 那又是那一句了 大家 是不是現在才來害怕呢 是不是好像大家在不同的討論區裡面看到 不讓美國人去買港股啊 那麼恐慌呢 對不起 已經發生了半年了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 喂 引申開去就是 假設美國政府是不給美國人士 所謂的美國人士的定義呢 就是買更加多的港股或者中資股的時候 那會不會 甚至乎它直接不給買港股的時候 那會不會真的有更加多的基金公司 或者一些的投資銀行呢 是直接撤出香港 不在香港做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啦 剛才說了 杜庫環球雖然是美國公司 但是它管理盈富基金那一家公司 都還是在亞洲成立 還是亞洲公司來的 那究竟去到最後 它規不規避到呢? 不知道 但是呢 你會想一件事情就是 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會這樣去冒這個風險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美資的卷章 卷章 是不接受那幾隻的股份去買賣 或者不發行的那些股份 假設未來如果再有進一步的禁止的話呢 其實是挺大的影響的 因為大家會看到已經不讓你買一些 恆子相關的產品了 那假如反壟斷法再生效賣的時候呢 那券商它們自己會衡量啦 不是說支持與不支持這個反壟斷法啦 但是自己的券商呢 它們會自己去盤算那個的直播率 還有在香港從事證券業務那個的回報 而決定它繼續留在香港啦 還是不留在香港的 那這件事情呢 當然呢 就是反制裁法這件事情 就是一定會發生的啦 那也都會有它一定的作用的 但是究竟自己的券商或者美國人士 被視為美國人士的definition的投資者呢 它自己會衡量的風險啦 所以要告訴大家 不要想著呢 想得太過分 就是不需要想東西 不需要好像鐘擺那樣 一想就噢 全家富貴啦 就是美國人不買得港股 那美國港股呢 就會想五千點啦 對不起 不是那麼極端 因為已經發生了半年 好了 但是很樂觀地想呢 所以在另一個鐘擺去到另一邊呢 就說噢 不怕 爺爺在大廳 保護著我們 但是呢 你保護還保護 那有些人會說 那我不玩喔 OK 那我不玩就行了 我不玩就走 然後呢 又不要想到這麼極端 所以未來這個世界呢 就會在這個噢 完全不給玩 還有這個噢 完全不怕的中間的過程裡面呢 是不斷地拉斜 那當然啦 拉斜的速度呢 會越來越快 那自己愛國公司投資香港那個風險回報評估呢 他們自己會有盤數的啦 那所以呢 今次呢 這個短片呢 也都要跟肥聲說啦 也都跟觀眾說啦 就無需要過分恐慌 因為這些呢 發生了半年的事啦 只不過呢 因為杜富環球那邊呢 作為營副基金的單位管理人呢 他也都要做一些叫做戴頭盔的事啦 戴不戴到那個頭盔呢 沒有人知道的 說真的 大哥 你都明白的啦 啊 邪惡的美帝也不是人敢品的 都可以很浪禮的嘛 那當然呢 就是浪禮這個東西 不是某個人的專利來的 所有人都可以浪禮起來 很浪禮的 那究竟杜富在面對著營副基金這個 就是管理的大的回報 有回報有什麼的 有管理費的情況下呢 他是要這樣啦 還是要得罪某一些 金務這個法律的風險呢 不知道 但是起碼告訴大家 他們只會計算的 觀眾朋友也都無需過份恐慌 始終我們有偉大的祖國 背靠著 阿姨在大廳 外資就不用怕 是的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 天天恐慌 究竟什麼時候全家炸田樹 但是兩個極端未必這麼快出現 未必會發生的 是的 大家不要永遠到 哇 大哥 不是左就右 不是右就左 這個世界是中間的嘛 對 中間又可以偏左又可以偏右 所以可能生產有很多 沒有了自己低頭看看 庫朗你就知道這個世界不是極左 也不是極右的 OK 亦都很少有其擺之中的 不容易的 做到中庸之道 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想不明白的時候 低頭 低頭思故鄉 是的 明月舉頭 好 今天謝謝Jo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拜拜 - 以上緣 上門 清香嫩滑 連切不同 香港榮華月餅 韩康永远 遵御良好, 价钱公道 联络我们获取最新移民资讯 大家好, 我是Ringo Sen 全新多人多不约黑柏民项目 Bayview at the Village 售价42万起 如果想选择心仪的单位 和更多发展商的优惠 请致电647-638-9210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应该妥善打算 减轻家人的经济负担 由福地、私家花园、云石灵及殡仪服务 我会揭成协助你每一个步骤 提供悉心的服务 助你圆满人生路